好的 主播開米颱風造成高雄大淹水 目前呢 統計大約是有376棟的大樓淹水 而三明區的這一棟大樓日安地球呢 是最嚴重的 包括地下室的1到3樓是全部淹沒 一共是有800輛的車輛泡水 那當時呢 也出動了國軍來協助抽水 整整72個小時才把水抽乾 那一早呢 有住戶衝到地下室 來查看自己的車輛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情形 市府一早呢 也請來拖掉業者 準備將這個泡水車拉上地面 但里長表示喔 真的相當頭痛 因為一共有800輛的泡水車 不知道要先停放在哪裡 那透過協調之後呢 加上剛好是暑假期間 周邊的兩所學校的操場 會暫時變成停車場 那目前拖掉業者已經準備完畢 要將800輛泡水車一一拖上來 以上目前最新鮮把鏡頭叫阿彭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